好,10号的上午呢,吉安乡一名巡逻的远警遭到一辆强快小货车拦腰撞上 导致巡逻车的车头全毁,索性双方都没有大碍 远警也只有手脚的擦错伤,两人九侧值是零 那么经过警方的初步了解呢,小货车是属于支线车道 依照规定应该要礼让干倒车 那么详细肇事的原因,警方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吉安分局光华派出所与姓远警 12号上午在南海六街执行巡逻请务时 碰上一辆小货车,路口抢快 导致巡逻车反应不及,直接拦腰撞上 那事故造成远警手脚擦错伤 巡逻车车头毁损,小货车温性驾驶未受伤 巡逻车车头全毁,索性双方都没有大碍 远警也只有手脚受到轻微差挫伤 两人九车直接为零,经过警方初步了解 虽然当地并没有设置路口后置 但小货车属于支线车道 依规定应里让干倒车先行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及造车 警方目前还在深入调查 记者许丽琴吉安相报导 提供小货车 有什么药